文字幕志愿者 李光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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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常都教的是通識教育 就是選修學分 我算是蠻有名的 我在國內應該是一個 很有名的藝術講師 因為基本上我是不會當人 大家現在都知道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課沒有負擔 所以大家都来上课 总之这个课 为什么我要这个态度呢 因为艺术这个科目 它是一个替你的人生 增加一点什么 那如果艺术是知识的话 那就要考试 因为我们有责任 考它 督促它 让它具备这个知识 那我对这个事情认定不同 我认为这个艺术 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所以我的课堂上 没有人要抄笔记 不需要抄笔记 因为不考试了嘛 你们不用担心 不用费劲来准备这个课 你们就来出席 就来听 要不然就是课后呢 提供一些延伸阅读 或者一些 上课讲了什么事情呢 老师说了什么 上面有些关键译 就至少有一篇完整的文章 或者提纲 你觉得这样子不喜欢 它背面还可以回收 又是空白的 唯一的小小小小的 我对学员的限制就是说 上课不能用手机 只有这一点 可是你不用人家用手机 大家会有紧张状态嘛 我说上我的课 手机一定要接 有讯息一定要回 但是在走廊回 第二个规定很好玩 就说请大家一定要吃早餐 你们如果迟到的话 那因为你们去买早餐再来 但是在走廊吃完再进来 所以我有很多学生是 边吃他的汉堡 那头这样 从那个门进来听 可以的啊 所以有一阵子很好玩 就是我的后门挤了一堆学生 那头这样端进来听 他也在吃早餐 但他不要跨进来就好了 所以我的课很轻松嘛 那我又不考试 那我的报告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文情并茂 你写的文情并茂表示你 你能表达得很好 艺术我是带来 一些有趣的事情 给你们看着 听着 希望它能唤起 你的内心的感性 这艺术怎么考试呢 万一你得到一个 60分的艺术科目 大家想说 你是鉴赏率很低吗 人人的艺术都应该得一个 他的80分 所以我的课就是 我对我自己的课有个认识 就是我实现我自己 然后希望你在这边 你也学习的 碰到一个柔软的 不容易塑形的一个科目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这世界 你会经历到很多新的事物 你不必完全纳入系统 照它的方式去就范或者学习 你一定可以找到 你的方式去学习 谢谢老师的分享 其实很多事情 我觉得很帮我 还可以帮你帮我 一段时间我觉得好 超棒的 看吗 他要闪了一下 发生会 的 クク 不是